位于渔池乡、南港溪以及渔池溪的交流处 由于没有施作蓝沙坝 每当大水来临时都会冲掉农民的心血 在地方向县议员王秋处呈情下 日前前往现场会堪 今天我们管政府和秋处来提议之后 有南港溪和我们的渔池溪交接处 因为有洋青在跟秋处提议这个部分是不是 可以来做到我们的蓝沙坝的部分 因为这次刚才是打冬季所以较没水 来细作来几个是最好的时间 因为王秋处也指出由于没有蓝沙坝 因此只要大水一来农民都损失惨重 而目前正是干旱期 相当适合来做河川整治的工程 希望县府相关单位可以多加重视农民的心声 因为之前我们的豪雨季来的时候 两边的交汇处的时候水都很大 吃水也大的时候影响到他们的农特产 他们的农産品因为这些大水来 都会把它刮开去 希望我们的管政府可以来 这里做到真正好的机会 来做到我们的蓝沙坝 让他们不用担心 这次我们的豪雨季来的时候 这些农特产 就因为这样来给水来刮开去 期望在会缸过后 相关单位可以忠视地方声音 把握钢案期并尽速施射蓝沙坝 保障农民权益 记者邱平易于此采访报导 真的 Lemb ради一年